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于1944年考取清华第六届刘美功费生 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后 即长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 他见证了西方中国学的博星 本人又被西方中国学公认为中间人物之一 他的这本自传跟他的智学一样 利用大量的史料 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平衡理性的思维 真实的反映大时代里的人与世 西方学术体制中的人与史 这确实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 不少人注意到何炳帝先生的个性 他的雄心万丈 坚韧负重等等 他自己在书中也多次说 利愿宏大一类的话 这可能跟他的家族有关 这个家族的功能 直到何炳帝在美国成家立业 成就功名后仍在发挥作用 这种家族的影响是巨大的 何的堂兄何炳松先生 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归国者 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济南大学校长 是何家的希望 也是何炳帝小时候心中的英雄 何的堂职何德奎先生 跟蒋青福先生 曾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代表 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 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 何德奎曾任 英美公共租界公布局的华总办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 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成功后 一直不忘接济扶持家族的亲人 这种报答反哺 或说扶持的家族正义 善缘和伦理 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绝技 何秉丽自己也从中得意 并继承了这种家族传统 我生野晚 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后 才能顾及足务 家族教育给予人的影响是一生的 何自成 最终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 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 菜肉能吃尽管吃 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 溜到碗底最后一口吃 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 请问 有哪位国学大师 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 甚至华夏文化最基本的 深层静视甚中的忧患意识呢 但何认为 家族的主要目的在制造成功者 何父一生怀才不遇 他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寄托在何炳松身上 希望何炳松能成为美国威尔逊那样的人物 何父对儿子的教育用心更呈良苦 带他见世面 向他产发写文上的真谛 教他如何立志 这种家教正处于中国传统教育崩坏之地 但何氏一家的家教本质 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科举制取消了 但在他们眼中的功利世界没有消失 因为亲老家衰 自九岁极了解留学考试 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 成为最主要的进身之阶 何父向儿子坦诚 能攻得起他念最好的小学 也攻得起他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 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他出洋留学 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 因此可以理解 在那样国难深重的年代里 尽管何秉帝有血气方刚的一面 但他仍会刻苦读书 因为家教的健全有无 因为党派教育的影响 使得学生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 除了各自的家教 党派支配的社会教育外 还有学校教育 这个学校教育的成功处 在于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共同体的坚实 它是由北大 清华 南开 和西南联大等无数的校长教授们 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同体 在那样困难的时代里 进入这一共同体里的学生 多有良好的问学和人生收获 在那样的环境里读书 我们可以想象何秉帝的内心 还一定有着同左派精神结构类同的激愤 胶着 天生异禀的记忆力 加上这种坚忍自强的性格 使他也要争强好胜 出人投地 光宗耀祖 只是他牢牢的把这种人生理想的实现途径 锁定在对知识的优先考虑上 而对知识的汲取 又如侯门一入深四海 那里自成天地 自有标准 自有趣味 由于跟一流的室友们交往 他几乎一开始就站在知识的前沿 而不为知识所异化 雷海宗的宏观中国通史 陈寅客的随唐史专题 冯友兰的常识 逻辑和幽默 都对他有启迪之功 这可能是他后来 在历史学领域取得大成就的原因 他既得吴大游的话 无限的无限小的总值 仍是无限小 他庆幸在锻炼思维的岁月 清华历史系 已甩掉国学中 过于繁琐考证的桎 使他去往大处梦想 跟他父亲教他励志的原则 并不冲突 他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学术领域 并终生献身于学术 这个轻壮学人 出入哥伦比亚大学 即深感自家 不能再夸口中国史籍 浩如烟海了 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原始资料 在英史智学中略有斩活后 他迅速把方向调整到中国史上来 从在哥大 搜集乾隆年间 两怀岩商史料级 和丙帝利用夏天假期 在国会图书馆等 各大图书馆书库里 翻遍三千多种中国方式 搜集明清两代近史登科路 近史三代履历 童年齿路等原始史料 后者规模包括 1.5万名明清近史 和2.4万名晚清举人 与特种共生的家世背景 从这样的史料中进行有关明清人口 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 自然能出版 迄今仍依然被公认的标准著作 这种成就之取得着实不易 每当闭馆后 吸进第一口清新业绩 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浑的 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 内心不禁在诗吼 看谁的著作 真配藏之名山 但一种用事报复 不得不在数千中国方志 数万中国科举进史中打发时 他跟人打交道的弱点 也就在难得以教证 他的执认真知的脾气 执言的性格 财大如海的功底 使得他在西方的学术体制里 也并不一帆风顺 为重新进入美国 他不得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及加拿大的一所大学 度过了15年 他在芝加哥大学的黄金时代 也很短暂 透过他的回忆 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学人生存的艰难 西方学术虽然有着成熟的制度建构 但说到底 仍受着党同伐异 失心自用等等的侵蚀 在其中混饭吃的学人们 不免如前中书《围城》 落集小世界里的人物那样 经历着彼此的算计和伤害 这种情况在书中比比皆是 如一位女教授给何秉蒂写信 开头一句 你幸而不是一个女人 歧视是一方面 最让人心酸的是学人和他们之间的金钱算计 如大名鼎鼎的某教授 在哈佛为得讲座教授时 致信何秉蒂说 知大儒真要聘他 那么薪水 休假 住房 医疗 退休 小孩教育等等如何 希望能够变中意望 依依含世 此人终于如愿 获哈佛讲座头衔 他写信给何说 朋友之间亦有缘分 谁能帮谁多少忙 可能亦有前定 对于学人势力范围之间的攻守 自然更是家常便饭 那么 对何这样一个自负的学人而言 他的价值如何表现呢 不断地向大处着眼的攀登精神 使他抵达一流学人的地位 他感到了价值实现的满足吗 这些问题在书中似乎显得虚浮 他仍是像孩子时一样 对别人的称赞牢记于心 对如何具有安全感极为留意 对超特级人物过于敏感 这种观念市场或学术市场里的功利感 跟他儿时的功敏感有着内在的联系 他既没有终极的信仰关怀 又没有现实的价值判定 也没有对人心个性丰富的同情 有着家天下传统的孩子流亡海外后 几乎都是一种流失 他们创造不出有着坚实认同和价值审判的流亡文化 他们也不能自立立人 成就一种坚实的人生示范 他们参与不了公共建设 除了道、学问、理论或家人亲友 他们不晓得公共精神 他们只是现实各种王国里的时刻 只是各类制度的把玩者和研究者 何秉帝对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他认为 唯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 才能解释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养烧文化遗址 集聚有士族聚会的中心大房子 居住房屋群 教学、蚝窑和排列整齐的坟墓群 何以会那么密集 何以只有累世生于资、死于资、藏于资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 才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他对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的注意是值得记取的 他自己的一生也证实了这种家族功能的高度和限制 何秉帝制成专长为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 宏观史论 他对制度史也做过不少工作 但他内心也有画龙点睛的疑问 如果说只有思想史才能画龙点睛 他如何对待他一生画出的龙身 他相信 研究历史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 要衡量思想家的哲学观念和理想 与当事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 他以大儒朱熹为例 朱说 周公孔子所传之道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他认为 这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 存在严重差距的敏锐而又深刻的体会 今天的华人学者除了饭碗端的安稳一些 是否还有朱熹这样的体会呢 黄小仙 非大龄圣女 胸无大悟 却横遭情场大劫 王小剑 非典型宅男 貌似小鸡 却冷酷毒蛇 当失恋女 遭遇欠贬难 是针尖对卖忙 还是干柴于烈火 知名院妇报晶晶 写新辣尖酸之作 失恋三十三天 向你本来 三十三天算什么 有种你就 别闪争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大明小国 拔 作者 于世存 朗读者 东黎 拔 我在《环球人物》杂志上的专栏 以及相关文字将结集出版 西洋要我说几句话 跟数年前出版的《中国男》一样 这些文字以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为主 一如既往地呈现我个人的史观 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 有所变化的是 时过境迁 我已经不复有中国男士的青春机月 我选取人物更随意多样 再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话 我对人物的探索更近了一步 举例说明 无论是《非常道》时期 还是《中国男》时期 我对近代人物的了解虽多 但有些人物因无法理解 而气质不论 像大刀王武 严西山等人 我曾经一再想涉足 但直到这两年 才算满足愿望 有关王武的材料太少 我们只能想象它的存在 幸而这几年 我个人接触到不少民间豪侠之士 跟我们熟悉的 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 跟我们熟悉的势力不同 在他们那里 确实有人性的狭义肝胆 因此 在梳理王武的事迹之后 我写下这样的话 梁启超认为 所谓两昆仑者 其一指南海 其一乃侠客大刀王武 知事良对他占有 心地最为惊荡的解读 也是中国读书人 对江户人最高的回报 唯有如此 读书人才不负图狗贝 仗义每从图狗贝 负心多是读书人 但到了谭思同和王武那里 对于中国社会中的 功德和罪行现象 有所救赎 谭思同为我们读书人 争得了荣誉 王武再一次证明了 图狗贝的肝胆侠义 十年前编注《非诚道士》 阎西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当时的了解里 他是跟孤弘明 韩复举 陈久明 冯玉祥等一个队列里的人物 有些漫画画 自我忠心 不可理喻 迷信 封建 无之于现代文明 对于这类人物 我一般是敬而远之 这次再读阎西山 我对他的谨慎 忧患 大起同情 我承认这是一个 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 先知先行者 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 阎西山没有屈服 反而兼收并续 并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 而对不劳而获 或少劳多获的 现代庸俗哲学 阎西山的应对是平时的 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日记中 他一直歌颂劳动 认为劳动创造收入 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 阎西山告诫他们说 我负山西责任时 你祖父说我 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 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碳 掏几回厕所 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 和工作的艰苦 处理民事才有标准 你们生长在衙门里 不知道生活的困难 工作的艰苦 没碰过钉子 没挨过骂 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 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 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他送给两个儿子十六个字 轻财重义 乐言女行 点几厚人 攻几数人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也许是阅历的丰富 使我对历史人物多了一层理解 甚至在知识界 都对孙中山黄兴等人说三到四时 我也愿意为他们辩护 虽然书里材料极为劳累 但撰写人物却是一件愉快的事 举这些例子 正是要跟读者朋友分享我的人生收获 对历史及其人物 我们一般都是经二手材料而了解 这些被给予的事实和观点 是经过挑选的 经过意识形态等有色眼镜过滤的 要把历史人物化为自己的财富 得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 不少专家学者和民间学识者 言说之中都会做惊人之论 对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 则会做历史深处的八分者 或做发明者 这样的历史热闹 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 也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混乱 我们当切记 一如意识形态 盖棺不能定论一样 任何一个邪实者 都不是历史人物的终结者 我的文字同样如此 就像我在中国南里 谈过卢作福之后 我在卢作福真言的续文 仍重新面对他一样 历史人物随着人生社会的演进 仍新鲜如初 众所周知 在今天的大陆中国 谈论近现代史 尤其是民国史 已经不再新鲜 当年出版家预言历史热 带来的价值系统重建的工作 今天看来 并无多大成效 历史轮廓 人生社会正义等等 少有浮现 我们收获的 都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式的论断 赞美者竭力美化民国 如称到民国风范 欧歌者把民国当作一个美好的时代 反对者百般否定民国 如说立宪党人 跟革命党人 合力发动了辛亥革命 如说辛亥革命 开启了二十世纪的乱源 众生喧哗下的热闹 不过是上帝无言 白鬼猙獰 是以己知昏昏 使人昭昭之举 我的体会是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 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实 相应的 我们对现实的了解越多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越多 一个对大陆中国现实演进 缺乏足够了解的人 对左右思潮 传统 与现代争论 民主民权运动 缺少关注的人 却能对历线与革命 同盟会内讧等 作出历史结论 这不是过于随意任性了吗 一个只知 给中国文明 中国历史 等大词作注写的人 却要我们读者 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 这不是痴心妄想吗 一个对袁世凯 慈禧 甚至秦始皇 都同情乃至崇拜的人 我们怎么能指望他的历史哲学 关注民生 关注千千万万的个人呢 一个现实中的胆小者 怎么可以胆大到审判历史上的改革 革命的功过 并以为自己就能为汪精卫 袁世凯等人平反呢 一个经着历史人物大腿 左看右看大惊小怪的小丈夫 我们怎么能指望他的发明 发见 能够推动人生的自我完善呢 我们的史学文学 如此诡异幼稚 至今停留在影射阶段 停留在冠面独尊阶段 因此 我愿意对读者说 历史的天幕上繁星密布 我们要学着去看星星 要常看星星 借助学者作家的视野 我们得以了解不同的星野 只有拨开他们的强光 才能看到更多 只有串联起来 才是整个天空 仰望星空 跟历史人物对话交流 其实最受益的 不是星空 是否因此得到同情的了解 不是历史人物得到了慰藉 而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 至广大而尽精危 只有如此 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 才能获得静谧 安宁 正面 正信 而正经济 对我个人来说 如果非常道 捍卫历史正义 有凿空之功 时至今日 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 更像是在传播常识 比如学人 对陈寅客 梁树名等人 敬而远之 好像今日中国 无奇土壤 但在我这里 我能想起 顾泽徐 梁卫星 毛玉玉元等 为文化守望的朋友们 比如 这些朋友所做的 要比少 健康 理性的多 因此 近代史 绝非今天一些人认为的 是精彩绝伦 高不可攀的时代 只要回归健康 我们就能理解 陈寅客们 并为他们的存在 发出一声叹息 如果有人 也为自己的周围 发出这样的感叹 那么 就值得祝贺 因为他已经把资源 倾斜给了现实 人生和历史 在这里起步 最后要说的是 感谢 《环球人物》杂志的 张敏主编 和王晶晶小姐 给我提供了 专栏写作的平台 两年来 他们给了我不少方便 在节集出版的时候 张敏主编 又写了精彩的序言 借助于他们 我印证了自己 文字的适用范围 一个写作者最高兴的 莫过于他的文字 没有染上流行病 而这种流行 在近代史领域 极为明显 如南方硕指称的 近代虚无主义当道 他在西方成不了主流 但在非西方 则透过文人作家 而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们看不见 历史过程中的 生灵涂炭 及慷慨悲歌 而相信自己的破文章 置地有声 君主立宪 这个早已被否的问题 也被重吵 甚至连袁世凯 段祺瑞 也被发案成了 某种英雄 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 文人知识分子 也不会唱大调歌曲 都只会唱 焦如造作的小调 中国的民国使者 就是小调歌曲的大合唱 必然有大合唱 必然也有独唱 清唱 清听是歌唱的黄金 而听者会心 那与我是快和如知的事 视为记 2012年6月10日 深夜 街角 少年的头部突然起火 是人体自然 还是蓄意谋杀 目击者 曾看到了神秘的红线 是虚假的谎言 还是珍贵的线索 天才物理学家汤川 与曹涕警官 拨开层层迷雾 为我们揭开离奇案件 背后的惊人真相 东野归武 成名著作 侦探伽利略 第一波读达 它燃烧起来了 即将上线 敬请期待 欲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 请不吝点赞